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事後的新聞可以解僱幾天 竟然是吧? 你說鍾佳欣就算了,對吧? 說說說說可以解僱另一個出來的 所以說有時候,你猜新聞就是這樣形成出來的 那他應該解僱的 老實說,拿不到獎都可以解僱一下 也代表他在電視界的人氣很高 給我一個like我先 既然你也覺得是,就多給點like,好嗎? 不是的,你給我一個like我說說話 現在娛樂大眾了 是,是辛苦的 拍戲就辛苦,說話就不辛苦 沒錯 說錯話更辛苦 說到這個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人去競選的 就不只有林夏眉和鍾佳欣 林夏眉一直以來都不是大熱門 大家都認為鍾佳欣是 說到陪跑十四年 哇,十四年很誇張 說到有兩位大人物 其實他們的心水 也是另一個女生 就是王志文 王志文 以我的記憶 他以前是短頭髮的 現在呢 嘩,流了長頭髮紮邊 還性感低胸 嘩 真的 真的 好像長頭髮順眼過短頭髮 那就 真是見仁見智 我自己覺得他像一個女生 他本身也很女生 嘩,你知不知道 兩個大人物 一個就是馬國明 是 他就是TVB第一好兒子 不懂拿TVB解藥來做賭注 他不拿就我解藥 嘩 是不是真的 那現在是不是已經解藥了 玩到這麼大 嘩,這麼糟糕 他真是開玩笑 是 這些叫做棄言 就是拿來講一下 阿君又沒有棄言 那他不是君 沒錯 現在說到連曾志偉都很無奈 他說我都不是看好林下美 我心水是王志民 嘩 想不到 大家都看好他 嗯 老實說 你問我王志民 我以前看過他演戲 演戲很認真 就是他這次 憑哪一套劇去參選 什麼都沒有研究 嗯 嗯 只知道鍾佳恩就是那個醫生 那大家其實風向都在醫生上了 又吹了很多東西出來的 嘩 在你報紙這樣寫 說有網民紛紛到社交平台留言 表示失望就當然了 直指無線造馬 還鍾佳恩一個事後 這些留言都看到出來的 厲害 厲害厲害 厲害的力量是有網民的 那網民大筆都說 你說這些說話算什麼 那倒是小見撥撥撻的 是 真的是小見撥撥撻 昨天林久說錯話都被人罵全家 那倒是 真的相比之下 真的有比較有傷害 是 那先說一下 曾志偉怎麼說 曾志偉大一點 年紀大一點 說了他為什麼 晚一點會說黎耀祥 嘩 為什麼不出席班長黎的 他有回覆傳媒 正在忙 他說他沒有聘請我 嘩 這個又要講講 要講一下 待會先 甚至說有個極猛人 又再加入TVB拍劇 誰 難道是陶大宇嗎 都是那一期的 陶大宇出也不出奇 他跟TVB的關係這麼良好 那倒是呀 現在這麼紅 這期熱話 他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 籌款 他都出來倒轉地球 拍片倒轉地球 對 曾志偉現身尖沙咀 他現在2022年北京東奧運會的記招 記者會 是 他訪問他 他說 那時候他說 其實我們不會一個人去投票的 是會一大群人去討論的 而大部份的獎項呢 都是觀眾和工作人員的票數 而很記得 臨收票數那個星期 公司所有的員工 都有足夠的時間去投票 所以他們的票數呢 佔的比例都很大 這樣說 我一直以來都不知道 他們是什麼準則下出來的 是啊 那志偉哥說的就知道了 嗯 是啊 他之前都沒有說過 是 是啊 我們開始不知道的嘛 這些怎麼知道的 那問他 那你本身心水是誰啊 我本身心水就是王志民的 其實他在台慶的表現都很好 而另外呢 他在劇集裡面演的文氣很出色 也在其他劇也有好表現 而我也讚過他 但是呢 始終幾個人開會 各人有各人的心水嘛 那所以呢 經過討論才知道結果的 這樣 這樣 聲音好像有點沙 累了 不要緊啦 累了 睡覺 我說我累了 蓋了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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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曾志偉其實也看好王志民 對 也明白的 其實每個人有心水 不同心水都是了解的 表示 王志民的樣子做戲都認真的 但是林夏眉都認真的 不是他只是做一些認真戲 TVB很多人做認真戲 以前有個王喜說對白人是很認真的 是 認認真真的 不記得那個印象 他應該再炒多些他們演的什麼角色 多些片段 我覺得那個宣傳做少了 尤其是網絡 是啊 是啊 因為看到他們的網絡 其實那個網軍很少 不過有些有些截圖說 看到那個小編 經常在問問題 問人 究竟心水是誰呢 經常一個人在問呢 你看到他那個網絡的力量要加強 看來他們要把那個頭 力度要投射多些了 在那個方面 是啊 我上次上個禮拜說完 叫他們不要只是計一個平台收視 轉個頭都 馬上 嗯 有些辦法 那你那些網軍做事才行 不是 人家的網軍又多人 不是 人家那些真的是水軍 不是 大家要玩這些遊戲 不是 你不能說 一個什麼 單拖 很難的 那當然 馬國明 跟黃志文 原來很朋友 他說今年 我都會支持志文 他說為什麼那麼支持他 我跟他拍太多了 他一直以來表現非常好 是不是覺得公司欠他一個 馬國明說 公司欠他一個時候 他不拿獎 我解約 哇 嘩 嘩 嘩 烏沙不保 小孩 不要玩這些 玩這些 威脅 不行的 真的又要出現 你大我 哈哈 真的玩大 不是 說大了 那一刻 那一刻 說到這麼大 對 為什麼要說到這麼大 這件事 我覺得 可能那一刻 那一刻 那一刻 那個人的感情 推動 嘩 然後就上去 不行 要說大一點 都不出奇 是 他說馬國明 此話一出 眾人客外了 王志文再稱 玩那麼大 壓力很大 到王志文 這個什麼 天然外那個 他兩個 這樣 不是嗎 玩那麼大 很嚴重 可能說笑而已 說笑而已 是稀然而已 最後 事後補助落了 林夏眉手上 那馬國明 是不是要跟TVB解約 是的 不過網民 就不希望馬國明 找數 因為覺得他 真的喜歡看他的 沒錯 這個好人來的 更加清 通常要解了舊約 再簽回新約 是這樣的 那對於這件事的結果 馬國明回覆 我不回應了 我很失望的 感覺很失望 感覺很失望 這樣嗎 是的 不是說 你帶同事獲獎 雖然很失望 但是帶同事高興的 都可以吧 不是 我覺得他 你當時 你TVB 新五虎 林峰有份 別人的堂妹 都叫做識 當時四大明報 你又做鐵手 他又做冷血 是吧 無情 他又無情 你又鐵手 四大明報 別人的堂妹獲獎 你不恭喜 我覺得是這樣的 怎樣 他個人的情緒 突然之間太多 證明到沒有什麼 這些事情 沒有人知道 究竟是誰獲獎 是吧 大家都自己人 要不需要 要不需要這樣 做戲 做全球 或者是 哎呀 我和你朋友 都想著 你拿到第一名 怎知道 拍輸過鼻子 我替你不值 我不會拍 就是開玩笑 不會拍 在搞解藥的事 哈哈 講到這麼大 還要去 玩大一點 玩到這麼大 真的厲害了 原來說他兩個感情很好 嗯 他說曾經多次公開向王志民示愛 嘩 是不是 那些玩的 對吧 這麼多這些東西 是呀 他們TVB 對呀 馬國明是他的頭號緋聞 藍角 所以可能馬明吃著這些玩 現在在玩陳瑩 陳瑩就變了 是呀 陳瑩現在周圍有緋聞 這個確是 馬國明 跟誰拍親就傳誰 都是 是呀 傳到暈了 嗯 一早跟他示愛 原來2016年合作的流氓皇帝 黃志民表示自己想賺錢買樓之後 馬國明立刻說 我也想賺多一點錢 當然 買多一間房子 他說他就喜歡我了 嘩 整天是FIRT的 厲害 當時就說 黃志民是他的理想型 那為什麼要跟誰呢 是 為什麼要跟黃心榮呢 嗯 他那時候是不是跟黃心榮在一起呢 是 中間那時候 是 有些是什麼 什麼 有些是煙幕 有些是真的 這麼多煙幕 這個世界當然是煙霞帶 理想型 曾經暗戀 多次說過 之後為什麼要娶別人呢 這個人 真的 有禮貌 你猜可以這樣 不過他們真的喜歡玩這些 不是 現在他去到那個位置 沒什麼所謂 他可能覺得 哦 上年 上年 《仕途行者三》宣傳 馬國明也借意表白 喂 馬國明 那時候真的跟靚湯在一起了 已經 馬國明說 我看了你很久了 在戲裡面看了你很久了 雖然馬國明口花花 但是王志文 跟從事朱寶葉的男朋友 已經拍拖了九年了 哦 不是啊 首先看到馬明這個很有趣 怎樣 他假的 他就扮得很… 是 真那些又淡淡然 對 真那些又淡淡然 不說 那些 黃森榮那些是什麼蛋 哈哈 是啊 他那次也是是什麼蛋 你看他這些 不是那些 就玩得很放 是啊 很簡單 就更加坦然 以善男友為終身伴侶 嗯 而馬國明和湯樂文 自前年六月公開 就認愛之後 經常甜蜜放閃 嗯 兩位的感情 都是幸福的 是的 那就是 明花有主 沒有你份 這樣就 原來大家都喜歡這個 黃志文 他就說到 林夏眉拿了事後之後 就狂 就是被人有些意見 是 我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我看過他那一幕 其實我覺得他演得不錯 是 只是看那一幕 哈哈 不是啊 我是很主觀的 那些人說 五仔你看過 你才知道 哪有空看完二十集 那些戲 不要說二十集 你看完整集 都未必看得完 單憑你中間也是感覺的 是 你看了它這麼多年 你都放了很多感情分 那你說做得好不好 或者想考慮別人的想法 我自己哪有說到這麼多 是 原來他說 林夏眉得獎 其實都未算是什麼 嗯 他說當年有一套東西 孫圈做主角 但是 唐詩詠拿事後 嗯 是這樣的嗎 唐詩詠拿事後 是嗎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他們都搞了這麼多年 這些頒獎典禮 是啊 是不是 就說其實 這麼多年來 都很多不同的 和民意有些落差的賽果 是 是 不簡單 04年的時候 黎芝的時候 都很漂亮 現在都漂亮 都十七年 多久 十七年前 黎芝就是那個樣子 是 當時金枝玉葉 可以拿到 是不是 那 當年同樣表現出色的 鄧瑞文 就沒得拿了 嗯 反而得到 本年度 我最喜愛實力非凡 女 演 女藝人 女藝人 不過觀眾普遍認為 他當時應該封事後 就惹起了爭議 嗯 哦 這樣的 不就是黎芝好日 都不回來拍劇 這個也是 那 原來這招 兩面都有獎 就好像已經是 一向都有一些美 是的 我自己 我不熟架部 就是上次猜錯 鍾家欣 其實大圍大家都猜錯 是的 那始終那個獎 就是 女主角那個獎 你不用前面掛什麼 哪個地區 感覺上那個鞋 正統一點 是的 那 大家想就想那個位子 不會說 你又分A又分B 那 大家都是女主角 最受歡迎 那樣 那樣 又分莊 誰知 都不要緊 不過 他這麼多年都有吃這一頓美 沒什麼所謂 唉 就是 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他猜到也好 猜不到也好 那告訴你 他真的有很多事 你猜不到 那說到呢 陳山聰之前 17年 就說在同盟 都拿到最佳南配 嗯 其實這個獎項 另外有兩個呼聲都很高 就說 一位就是 易先生 都是同盟 歐瑞偉 是的 有人說到 他是港版007 哇 當時 韓摩迪 龍貓 何遠東 又是 幾好 龍貓嫂 東張西望 之後 現在不做 做政府工的 當時我記得 就是他那位 紅 當時已經有很多 爭議性的事情 好像 朱神麗 又是17年 這個超時空男神 得到最佳女配 得獎的時候 又很驚訝 但當年大受歡迎 大小姐 愛回家的大小姐 林淑敏 失落 沒有這個獎 網民普遍認為 TVB 力捧朱神麗 這樣說 他們說的 又不代表 是不是 當然 大家都是猜的 正如 大家覺得誰拿 不是說覺得就是 不過 第二年 就是大小姐 拿回 似乎是不是 平息民怨 那又不是 可能真的有比較 實力上 差不多 大家要研究一下 應該在哪個位 剛才聽曾志偉說 他說他們開會 不是投票 開了會先 談談怎麼做 沒錯 唐詩詠 他說 不懂殺嬌的女人 得到最佳女主角 拿獎的時候 哭了 這樣 不過 這個獎 也是引起爭議 事前大業本 孫圈 已經高調講明 不會出席 頒獎禮 這樣嗎 這樣 即是 他可能已經說 算了 不玩了 因為有網友說 其實在這套劇中 孫圈是女主角 如果最佳女配角是唐詩詠 就實至名歸 似乎不太合當 而且網民對唐詩詠的演技 也有意見 認為他拿到時候 難以服縱 喂 那套劇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看 那套劇 不是看到很後 不斷看那些 那套劇 王浩信和唐詩詠 是很推出的 是嗎 他最後那首歌 《不動殺嬌的女人》 到了最後 他都在說唐詩詠 和王浩信那段情 反而孫圈 小蠟倒眼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真的 不是女主角 還是傷女主角 因為那張劇照 是孫圈擺頭的 不過孫圈和林文龍 兩個都已經是 兩個都已經是 很少回來TVB 拍攝 所以 都明白的 其實他們都已經慢慢淡出去了 整個 整個場景都 就比他擺前一點 是 是不是 11年 鄭家詠路火街頭 當時大熱是謝天華 說到 什麼獎都沒有 是很難說的 是 譬如好像2017年 有一個跨世代 但當年的航摩的 那些人反而追 喂 這個我可以說了 17年我真的有看電視 是 韓摩的和跨世代 我兩套有看 嗯 跨世代我看一看一看沒有看 為什麼呢 韓摩的我看完 為什麼呢 好看 那邊 那邊 我覺得 昆哥扮歐陽振華 那一段 不知道 覺得不想追 當時是有這樣的感覺 韓摩的 反而看馬國明 看那段 什麼 做他父母 那段 帶著兒子已經死了 是鬼的那些 很好看啊 當時覺得那些劇情 其實也很奇怪 人鬼的那些很好看 其實真心一句 這一套電視劇 我當你不是說 四十多集的那些 正正常常情況下 你看了很容易追下去 是 以為你二十集 二十多集 你說不是 看一看 都不想看下去的時候 可能那個趣味性 真的是極度 我記得當時 找一下阮小儀扮的媽媽 其他個人 所以 那個二十多集 你一下吸引到別人下去 就繼續看完 通常都 哎 反而那些多貴的那些 看四十幾五十六十集 那些 真的很難 那些真的難 保持到 這麼多人去看 那 有人問為何黎瑤祥不在這 都沒有請我 哎唷 很多粉絲留言表示可惜 黎瑤祥在台影劇 演一個退役拳壇的成功雙人 他很有氣 那個 我們都說過 他的眼神可以 給得出 看得到 又說他敬業樂業 又盛盛的 很多觀眾都稱讚他 做得好 那 黎瑤祥 要回大陸排隊 什麼 排隊見工 那些人是這樣寫的 吃早餐 吃早餐 是 那OK 不要緊 他那些多不少 都三界時低 其實 要拿在TVB 或者在香港一名 都拿到很舊 對 尤其是電視 那 你說他在TVB出現那一刻 或者再能夠提名 是錦上添花 那 給一些機會後輩 是 這個是真的 再說 因為 林寶怡 回來 現身 那些人覺得很驚喜 我對他的感覺 我小時候看劇集 覺得他做律師 好像是否做律師 有沒有記錯 1號王庭 是 還是警察 不記得 我記得他好像有做 有做過律師 律師有 算死草也有 OK 是 是的 是的 他小時候覺得他很男人 大概有一次見到他真人逛街 他跟一個男生朋友一起 我覺得他看我的眼神 好像在看一個美女 那樣 那就不知道 不 也有繼續看他演戲 覺得他講對爸爸的聲音好聽 他講說話的聲音好聽 講對爸爸的聲音好聽 是的 就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 其實現在他好像很少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 我記得他演戲很男人 因為我那時候小時候不懂 假裝警察 做幼王庭那些 穿西裝骨骨 那條街上見到他 他穿得很花的樣子 蛤 是嗎 螢光 炮文 是 我那天見到他這樣 沒有辦法 我沒見過這些 有些藝人是這樣的 好像Jimsir都很喜歡這樣穿 花褲綠 感覺上很特別 很夏威夷 嗯 而且他看著我的眼神 我看見明星 我看見他 他又從頭到頭到頭到頭 真的 明白的 好 講到是否回來TVB拍攝 他接受訪問 他說 改變了很多 嗯 他說 整個香港都覺得改變了很多 他說兩邊的樓多了很多 不過進來這個環境也是這樣 很多同事的樣子 有些認識 有些都準備認識 準備認識 即是未認識 回來做的 似乎是 是嗎 其實他也不知道 不是啊 離得頒獎禮 嗯 他說 會不會回TVB頒獎 會不會頒獎 人家叫才行 沒有理由自己舉手 嗯 是啊 他其實 都拍很多神劇 就是 天與地 啊 之前好像有套 不知道做過什麼 什麼啊 《大時代草船借戰》 那一刻 我也記得了 陳韜韜 你有看的 《大時堂》我有看的 我也記得的 你有看的 他很多都好看的 是 那他回來拍劇呢 天與地呢 他說 三個條件 第一 要以前的組合 最重要是劇本好 好劇本難求 現在自己做製作也好 要一個好的劇本 需要很長時間 是 這樣 他說 會不會考慮回TVB拍劇呢 他回答他 這個要等TVB邀請 如果自己舉手就 就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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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都沒有說 不過說實話 他真的去了哪裡 他在ViuTV有做過 做了一個叫碳飾橋 口碑也好 我自己就反而沒有看 是 那 其實他跟以前的樣子差不多 有什麼不同 好像差不多 沒有 我印象一下大時代的時候 那個樣子 是不是也是這樣 那會有一點點 但真的沒有什麼點變 真心沒有什麼點變 由頭 整個頭髮型都沒有什麼點變 有料到 所以說厲害 保持得住 真的 不是薯條 總之 但是這個時候回來 回來TVB拍什麼 有什麼對的 真的很奇怪 而且也是做回以前的角色 不過不要緊 看看前輩演戲 會不會年紀大了 味道又不同 更加出 是不是 再算 不過他回來 頒獎禮都握手 他講完這個報導 TVB看的 是 轉個頭就請 找 喂 不要天與地 和陶大宇一起 哇 又是那個年代 又是這樣的組合 那個年代的 我給這個 刑事偵緝檔案5 行不行 沒有所謂 什麼都行 陶大宇 和林寶儀應該行 整室時代都行 丁蟹那些 五蟹其中一蟹 然後陳韜韜 很多 全部都合作過 又可以 丁蟹傳奇 那個叫什麼大時代 是不是 弄個叫做虛擬貨幣的 現在玩 Bitcoin 我們這些 立刻弄出了 真的 是不是 吹水而已 沒有所謂 遲早有 這些劇情 沒錯 大時代 以前是大時代 跨世代 區塊鏈 區塊鏈跨世代 TVB講得那麼隨 應該是 區塊鏈 追擊 這樣嗎 應該是這樣 我猜而已 不要緊 下次再聊 拜拜